如果你明白圣经晓得神的大能 那么你就能够超越这些困境 所以其实今天的经文也在讲到 当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行在那个亮光的当中 神的话就是叫我们得着亮光 神的话就叫我们得着自由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由捆绑 我们那么挣扎 我们那些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活在神话语的亮光的里面 如果你明白神的话 你就超越了你的价值观 你的生命的信念 你的行为准则 建立在神的话语你就海阔天空 你知道吗 所有的挣扎 所有的痛苦 都在于我们脱离 我们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我们或许还有我们不明白神的话 如果你明白神的话 神的话就带着能力 你就活在另外一个法则的里面 那今天那么耶稣讲到两种人 那两种人当然两种人就是两种的生活态度 两种的信念 两种的追求 两种的追求 当然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两种的第一个就是为善的法利塞人 那这是耶稣最不喜欢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地上 他对什么人都很好 你有没有注意 耶稣对什么人都很好 特别对罪人更好 都充满了慈爱的怜悯 对不对 那个犯奸淫的 哇 如果我们当时有一个被抓到 当场被抓 哇 那个在那个时代的里面 现在可能见怪不怪 不过是上法庭而已 当然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 哇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 可是耶稣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我也不定你的罪 平安的去吧 怎么 耶稣对这样的典型的犯罪的人 违反律法的人 这个败坏风俗的人 这个在人的里面都觉得最严重的人 耶稣法好像不觉得 没有这么的严重 那那么对于税吏 哇 人的是那种是卖国者 会去做税吏 当年会去做税吏的 都是起码心要很狠很硬 对不对 你要去抽税 甚至人家没有缴税你就要逼税 这有点像不能说讨债公司 有点类似这样的 不然他怎么活呢 因为罗马人要来跟他收税 我是包过的 我是包的 好 我包下100万的税 所以我就要收到这么多的税 所以不缴税他会逼 所以这样的人 其实人很讨厌的 心眼很狠的 可是耶稣对立位 在税官上看到立位就说什么 来 跟从我 这种人反而可以跟从主 这种人可以跟从主 这样的人耶稣可以接纳 耶稣可以爱 对被鬼附的 耶稣赶出去 他七个身上的鬼 所以我想耶稣对这些人这么多的接纳 可是他就严严的责备法利赛人 我的意思 你有没有看到 世界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 神的心跟人的心是不一样的 神的心 而我们读圣经就是要明白去体会神的心 一方面我们体会神的心 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神 神就是这样的神 所以神也是这样的带我们 另外一个 我们也要越来越像我们神的心 人很大的问题就是 人越来越像鬼的心 不像神的心 越来越像世界 所以我们带人就是自己也遍体鳞伤 在人身上也弄的遍体鳞伤 而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体会神的心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上帝不喜欢哪一种人 我们来注意 那今天讲到三个上帝很不喜欢的 法利赛人的性情 三种神不喜欢的那种特质 第一个就是能说不能行 这里耶稣指责他们说 他们能说不能行 那么这样的人 就是他严厉的教导人 对自己却很宽容 就是我们用那句话 言以 宽以待己 言以待人 那是反 那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 这样的情形 其实说起来就是一种假冒为善 你说的根本不是你里面的价值 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不是我们里面的价值 我们只是说好听的话 我们只是说表面话 那其实那是神最厌恶的 谁是神最厌恶的 那神不喜欢我们里面 是说的一种虚谎的话 是外面的话语 那么更神要说这里说到他们给把这个把重弹捆起来 搁在人肩上自己怎么样一根指头也不肯动 一根指头也不肯动 那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神不喜欢我们这种性情 那所以保罗劝勉我们 提醒我们 不要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个福音我的应用很广 你叫人家奉献 你讲了很多奉献的道理 自己不奉献 那你就是传奉献的福音给别人 奉献是不是一个福音 自己却怎么样被人弃绝了 被人弃绝了 那我说一直告诉他 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 可是自己就什么 非常的忧虑 你这是你这是假的 你是什么 那我常常就反省自己 我真的想祝我 我会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说却被弃绝了 我们真是让我们活在真理的光中 不要我们的真理不是在头脑上面 我们心我们这个人却不是真的 我们需要从里面出来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对真理的回应 是要从里面出来的 当你从里面出来的 那就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能说不能行就是怎么样 是说给别人听的 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所有的道 所有的话语 第一个要说给谁听 说给自己听 那个你凡是讲的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那就是这种的 能说不能行的 这是神所厌恶的 神第一个就是要放在我们身上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我们这个人 神的道出来 所以才说我们不要批评 不要论断 不要批评不要论断 你用这样的词去量别人 上帝非常的厌恶 上帝说你心中你眼中 你自己的量目都看不清楚 你却要去挑别人的眼中的词 那因为我们这个能说不能行 我们里面神的话 是说给别人听的 不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 那这种人就会律法主义 对不对 这种人也是一种假冒为善 那第一个这是神很不喜欢的 能说不能行 保罗提醒我们 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犯被戏绝了 第二种神不喜欢的性情就是 那么第五节说的叫人看见 叫人看见 那这是一个很 这个词说的很平常 可是却是一针见血 我们最大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所有做的 其实我们常常都是要怎么样 叫人看见 我们叫人看见 我们昨天同工有人上旧的行人格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恶行三行的人 要非常的小心 这种恶行三行的人 有一个倾向都是怎么样 就是要有人看见 特别三行的人是孔雀 孔雀张开来做什么 就是要多让人看见 如果都没人看的时候 那我张开来做什么 所有做的就是要人家感觉我很好 因为我是四行 现在不要讲这个 我很体会 这种心所谓心中心的人 就是爱恋 就是要好看 什么都要好看 那所以呢 好看要人好看过头了 所以常常呢 外伤内伤 你知道吗 所有都要好看 当你那么在乎好看的时候 别人没有来说你好看 你就会什么 生气 你就会生气 你就会生气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好看过头了 结果怎么样 把自己弄得很累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们以前 我的同工一起来吃饭 师母就跟我吵 因为我就是要预备到 给人家都觉得很澎湃 让人觉得我很丰富 牧师是很慷慨的 我都要做得很漂亮 那师母就说 两根香蕉就够了啦 不是啦 还有四个橘子 还有三个萝卜 这样子不是只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那一盘的里面 不是只有两根香蕉 不是我的 很多 还有很多面包 可是呢 我就是要 因为我就是要好看嘛 好看是要给谁好看 要让人觉得我好看 我们就是要好看 所以呢 一方面你看 我常常讲 你看我讲到很认真 我努力一个字一个字写 其实要是另外一个动机是什么 我的表现都是要怎么样 一秒的 我出来的 我出手都是漂亮的 因为我就是孔雀 我就是要人家好看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什么 丢脸 这种人新人 就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 其实不止啊 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要好看 要人夸奖我们 要能让人看到我的好 所以我们都带念句 对不对 我们都最怕人家 我们都要遮丑 我们怕人家 所以我们都不真实 都活在惧怕的里面 哇 我这么丑 人家看到了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都不真实 越不真实 我们就越扭曲 越扭曲 其实自己里面生病了 里面生病 那 这个东西里面的动机 你看这个 带来多大的人的捆绑跟痛苦 所以你做的东西都已经变形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不觉 被那个好看驱动你 所以你当你请客的时候 把你自己搞得怎么样 累死了 你把自己搞得累死了 你一直弄到累 其实你不需要这样 但是你就没办法 有一个驱动 你要怎么样 要好看 你就是要人家称赞你 你所做的东西都在那边 结果把自己弄 别人也很累 别人承受你的 负担也很重 那大家都变得不自由 变得虚假 那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非常小心 这一点上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困境 是我们困境 是我们大的大的问题 那就是问题 我做的都只是要得到人的称赞跟尊敬 我要人看见我 我在彰显我 我在夸耀我 我在夸耀我 这个是我们的致命伤 那这一件事情 当你这么在意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已经扭曲了 里面就不真实了 那这是神不喜欢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当你做完一件事 你很努力的做 你也很辛苦 你也觉得你很有贡献 可是呢 却没有人来称赞你 那你心里就什么 不高兴 特别你说我做的要死都没有人看见 也没有人欣赏 也没有人说一句 特别你上面的人 没有一句夸奖你 没有一句来肯定你 哦你就受伤 你有看到 这个问题的根源 问题里面就是要什么 我要人看见 所以每一次要承认 那作为理秀的 我要我的责任 我应该学习去肯定帮助 我们要学习 常常要赞美人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要学习什么 只求神的看见 人没有看见 有什么关系呢 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的肯定 难道我的价值 是建在别人的肯定上面 难道我的劳苦的果效 就是要人家讲一句说 啊你辛苦了 啊那我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这一句吗 没有了这一句 那我就不做 我做的都白做的吗 那你里面在想的是什么 这叫假冒为善 那嘛这叫耶稣讨厌的 这表里这是你叫假冒为善 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里面 特别当我们掏心掏肺为人做 可是别人却没有感激 啊你就不高兴 你就受伤 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 我们付出了很多 结果就没有人感激我 那我就受伤 我就不高兴 请问里面难的什么 还是要人的吗 看见 要人的看见 所以在我们这本书后页里面 他有一句话 他讲的是 当我们在意人 胜于在意神 就会变得假冒为善 听好了 当我们在意人胜于在意神 就会变得假冒为善 好不好 你们看得到那句话吗 看到 对吧 我们在意人胜于在意神 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意人的眼光 我们在意别人的夸奖 我们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肯定 过于神对我们的肯定 明明上帝说什么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哪里 内侍 你奉献的时候 左手不要 坐着不要让右手知道 对不对 然后下面都有附注 就是说 你们暗中的父 看见你们所做的 就会报答你们 那所以 可是我们就喜欢怎么样 给人看见 而不在乎神 暗中的父 看见我们暗中所做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在乎神 在乎神 还是我们在意人 那这两个也是我们的衡量 这是我们内心非常需要对付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太在意人了 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太在意人过于在意神 在意神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 不要做什么都要教人看见 这就是要非常小心 那第三个 这个神不喜欢的就是 喜欢守卫高卫 喜欢守卫高卫 就第六节 这样的守作高卫 喜欢守作高卫 这是一种骄傲 是一种虚荣 炫耀 我们喜欢被人看见 我们喜欢被人这个看重 我们喜欢在高的位置上面 可是这跟神的价值观是相反 最主要这一点 是跟神的价值观 当你注意的是高卫 在守作高卫的时候 你衍生下来的东西 跟神的性情是不一样的 那等一下我回头再来解释 那这是三种性情神不喜欢 第一个就是能说不能行 第二个呢 叫人看见 第三喜欢守作高卫 这是神不喜欢的三个特质 那这个三个特质 引申出来的都叫做假冒为善 会引申做出来的就是表里不一 你太注意外面的 而跟你内心的实际是不同的 你内心实际不同的 那要么你就真诚的想说 这样哦 我做了这些你要夸奖我 不然我就不做 你就讲白了吧 我就是喜欢 我做这么的努力 这意思就是什么 你们大家都要给我鼓掌 都要说我很棒 你就讲白了 那也上帝还说 你是一个诚实人 真小人 要么神说你还诚实还比这种 神这种人神觉得他还有救 法利赛人是没救的 假冒为善人是没救的 因为他在遮掩 他在假装 假装人是没有救 所以神你为什么这么讨厌 这样不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是假冒的人 他不会被光照 不容易被光照 不容易被光照 那好 所以相反的 第一种是为善的法利赛人 第二个我们看到 谦卑服侍的门徒 谦卑服侍的门徒 跟法利赛人 这个相反的 门徒的特征 还有门徒所在意的 门徒所追求的 是用人 用人 你们中间谁伟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 什么 用人 用人 那用人 圣经耶稣用这个词 当然圣 这个 英文圣经也很清楚的 这个字就是 Servant Servant就是仆人 是服务人 是服务人的 所以我要给你抓住这个重点 那因为我们马上看到 用人 我们就觉得是低下的人 才叫用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去服侍人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常常觉得 服侍人的就是低人一等的 所以高人一等的 就是被服侍的人 那这跟圣经里面是相连 所以为什么神不喜欢做守卫做高卫 做守卫做高卫的意思就是怎么样 是别人来服务 我一要去服务别人 我就变成用人 我就是低人一等的 所以人不喜欢做用人 不喜欢做Servant 可是耶稣去告诉我们 天国的价值就是要去做Servant 就要去做用人 那个价值观是反的的价值观 反的的价值观 那所以呢 一个神的门徒里面的价值观是什么 是追求服侍而不是追求地位 你要知道这个叫做不同的价值观 属神的价值观是追求服侍而不是追求地位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 服侍 我们有没有去服侍而不是这个地位 或许我今天不是小组长 但是你不要说 啊我不做小组长 所以我也就不牧养了 那你就是在意你的位置过于你的服侍 对不对 我今天不是因为我是主任牧师 所以我在我就做了 我今天我不做服侍牧师了 我的形态也要改变 我不是就不服侍 我还是要服侍 我做主任牧师是用主任牧师来服侍 我追求的是服侍 不是追求主任牧师 你懂吗 有一天我不追求 不做主任牧师 难道我就不服侍了吗 那你这就是错了 这就是我喜欢位置过于服侍 我在意的是位置 我努力 我这么努力打拼 我那么努力服侍 追求什么 有人说我要珍惜 我要往上爬 我要往上爬 我要从船道 变成小船道 变成大船道 变成老船道 然后变牧师 然后呢 我要再爬 我要继续爬 我要从驱墓 然后变成驱墓长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处长 我要做主任牧师 那你一辈子都在求位置 而不是在求服侍 那我们很多基督徒 我们错了 我们要求的神给我们的一开始 我们要追求的是服侍 那个价值在服侍 而不是那个位置 这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 John Maxwell 对于领袖有一个定义 我觉得太好了 他说什么是领袖 领袖就是增加别人的价值 所以领袖就是要增加别人的价值 所以你知道吗 领袖不是增加我的价值 所以耶稣才说 你们中间谁为大的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其实做你们的用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用现代的语词 就是要去增加别人的价值 你的存在就叫增加别人的价值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说真的 你自然就会成为领袖 你不是要追求地位 耶稣说世界的人一直在追求地位 上帝说你错了 你要追求侍奉 你有服侍 你有侍奉 自然就会做领袖 而领袖的存在是要做什么 要增加别人的价值 这是完全是圣经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的存在 是为要叫别人 这是要叫别人得益处 我们是要去服侍人 去祝福人 去提升人 那么 而巴利赛人所做的都是为我 是叫我显大 而门徒的焦点 是在叫别人提升 在服侍人 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耶稣今天教导我们 要建立这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是要增加别人的价值 所以我打电话给他 我牧养他 我是要增加他的价值 我叫他出来侍奉 做契约 做小组长 我现在不是你来完成我的心 不是我因为主任牧师 我需要人来一起来 让我完成我的心愿 我让你服侍 是建立上帝 在你身上的旨意计划 是提升 让你塑造你这个人 所以我们要重新修正 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动机 我们所有做的 就一件事 我要增加别人的价值 那我所有出来的 我的目的 我的渴望 就是怎么样能够增加你的价值 那其实圣经早就说了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当你的存在是别人的祝福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是领袖 自然就会是领袖 所以求主帮助 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这样的信心 所以耶稣在这把这两种人 摆在我们的当中 给我们很深的对比 很深的对比 然后最后十二节 耶稣讲了这一个结论 因为十一节说 那谁要做用人呢 我们都是每一个都要去服侍别人 那我呢 那我的价值呢 那我得到什么呢 我得到什么呢 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来 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至卑的必升为高 这叫做天国的律 你知道吗 很多世界有世界的律 天国有天国的律 而这世界人是照着世界的律在活 所以呢 你只能照世界的法则在过 那世界的法则 天世界的律就是至高 我要至高 对不对 所以你要至高是谁在要努力 你要用自己的力量 所以世界的律的人活得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抓 而用自己的力量 用要自己努力要争取 结果表现出来 所以带出来就是很累 对不对 然后就是竞争 然后就是不安 然后就是抢夺 因为我要努力 我要靠自己嘛 所以我要分 所以你这世界充满了痛苦 那个压力 为什么我们要至高 大家要力争上游 那我就要把别人踩下去了 我只好跟人抢啊 那个位置我要抢啊 这世界 那所以呢 你如果基督徒 你如果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律的里面 你就活得很辛苦 你就要自己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这世界就这样 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这是罪带来之后的律 咒诅 这世界的律就是这样 可是天国的律不一样 这是天国的律 天国的律是相反的 天国的律 你带出来的结果是 上帝赐给你的 是神做的 神给的 是祝福 是恩典 是赏赐 对不对 神做的 上帝给你的 上帝赏给你的 所以你心里面就是什么 是平安喜乐 是和平 对不对 你不用争 不用夺啊 你不用抢啊 那上帝给你的 你只要照着神的律去做 基督徒啊 所以我们活在平安喜乐的里面 我们活在安息的里面 所以诗篇说身高非从东 非从西 非从南 非从北来 身高从哪里来 从耶和华神而来 所以这样这样的 那你就 你忧虑 你焦虑什么呢 身高是从神而来嘛 如果神要你身高 你就升高 那你只需要做神 要你做你就升高 因为神要你身高 就必会升高 撒姆尔 是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他是一个 是 根本不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 可是有一天上帝放在他 却成为 全国的先知 很简单 上帝使他所说的一句 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如果今天神让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那你会自然 你就是在一个非常的 你不需要自己夺什么 抢什么 大卫不就也是这个例子吗 扫罗就是要至高 小罗要抓自己的位置 大卫说我照着神的法则去做 是上帝把大卫放在那个位置 所以大卫就安息 大卫就享受神的祝福 大卫就倚靠神 神使他所到的地方 他都得胜了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基督徒 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要 所以我跟前面一开始讲 你要明白 神机 晓得神的大能 你就会喜乐 你就会平安 你就会享受 你自然 不要真的不要躲 世界的律 会让你焦虑 压力 痛苦 挣扎 而神的律 天国的律 让我们翱翔天空 活在平安 活在享受的里面 活在丰富的里面 愿上帝今天把他的话 放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存寄在心 好 我们先一起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